网站夜首是位于网页最上方的内容 通常会包含像是网站logo、导览列、连结等等的资讯 今天我将带着大家使用DV这款热门的WordPress编辑器 客制化属于自己的网站风格夜首 稍后我将一步一步展示如何使用DV编辑器 建置网站夜首、设定夜首吸附顶部 让夜首可以持续显示于网站上方 以及页面滚动后的夜首设计变化 和符合电脑及手机装置的RWD夜首设计等等 有关稍后影片中提到的软体连结 和我们团队所提供的网页设计主机带转服务 连结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好 那就开始啰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透过DV客制化网站夜首 这个网站夜首我也会加上置顶的功能 跟大家做个展示 那有关于网站夜首的制作 蛮多人有在使用DV 那夜首到底要怎么做 那这部影片就来帮大家解决这个疑惑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网站成品 目前网站夜首呢 左手边大概是放Logo 然后中间放选单 右手边放这个联络我们相关的按钮 简单来说它是切成三栏去展示 那当然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呢 学会了之后后续再做一个调整 那包括呢我们这边也有做一个直选单 然后如果你有直选单的需求 样式呢稍后也会教你如何去做调整 那我们滑速往下滚了之后呢 大家会看到啊这个底就变成白色 然后Logo呢也会有一个切换的效果 这样子呢才不会这个Logo颜色是看不到的 我把它切换成黑色 然后这个选单部分呢 颜色也会做更改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般选单跟选单置顶的功能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基本上都会有移动装置 所谓移动装置就是平板跟手机 那我们来看一下平板展示的样子 平板的话目前是做两个栏 然后就是左手边Logo 右手边是选单 然后当我们选单汉堡牛点击了之后呢 选单部分呢也会自动做展开这样子 那手机的话呢屏幕更小 大概会长这样子的呈现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顺利完成这个网站 页手客制化的部分 那稍后呢也会再教大家要如何去完成这项动作 那这次的范例呢 我们将会使用DV呢去做展示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取得DV软体的话呢 官网前网连结呢 我也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你都可以呢从下面的连结前网了解更多 那其实DV呢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主题加上页面编辑器 还有更多功能的集合 那像这边呢是DV的主题 然后它的页面编辑器 包括它还有支援像是媒体Blogger的主题 然后Bloom Email收集的工具 或者是社群分享的功能 那功能非常多 那目前还是持续的在扩充 DV软体其实在Wordpress生态圈呢 也是有非常多人在使用它 那群歌网站也有针对DV这个软体呢 做一篇文章 那你都可以透过这篇文章呢 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 那相关的文章连结 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方便你使用 好那当你一切都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接下来的实战教学 好那首先我们可以先前往到Wordpress后台 那我们这边要制作网站页首 我们会需要透过DV的Synx Builder 也就是它的主题建构器 好那我们可以从左手边DV 然后点选Synx Builder 好那进来之后呢 这边会看到有些区块 那这个区块的意思就是说 呃我可以客制化页首 然后呢让它应用在 我所设定的指定页面上 好那我们这边首先要先做的就是 先把页首制作出来 好那这个部分呢 是目前已经做出来的网站成品 那我们稍后会做一份新的 好那我们这可以直接点选 新增一个模板 好那这边它会问你要应用在哪一个页面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头到页面 点新增页面 好我们用新分页的方式开启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要新增页面呢 因为我等一下要指派就是我这个页首呢 要应用在这个页面上 我是想要做个额外的范例给大家看 所以我会新开个页面 好那这个页面可能就叫做Ather Test 打完之后呢就点发布 那这样我们页面就发布完毕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度回到 DV点选Synx Builder 进来之后呢我再度点选新增模板 那我在页面这边呢 我可以选择特别页面 特别页面它这边会列出 你目前网站的这些页面 那我稍后制作这个 我要让它在这个 Header Test这个页面上显示 那其他页面都不会显示 我的这个页首 只有这个页面才会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不做这条件式的设定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GoPro 就是全站式都可以同用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那当你这个区块设定好之后 你可以先进行储存 好那储存完毕后呢 我们接着点选 它有分成三列 第一个呢是Header 再是Body Header就是页首 那Body就是主内容 然后Footer就是业务 那我们这次要调整的是这个页首部分 所以我就点选 然后我就创造一个客制化的页首 好然后系统就会自己进入到这个编辑模式 那一进来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空的 所以稍后呢 我们会把它陆续的建立完毕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实战编辑了 好那首先呢 我可以看一下目前成品的这个架构 大家会看到啊 我们目前分成上面跟下面 那上面呢 是针对电脑版 然后手机版呢 就是移动装置 我们额外呢 拆成一份去做交据 这样子会方便呢 在后续的制作 也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们会先做上面的这个电脑版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排版啊 等一下我们会先建一个Session 然后再来是RAW 那Session就是最外层 那一个Session可以包含蛮多RAW的 那所谓RAW呢 就是蓝 它可以包含一蓝两蓝三蓝四蓝这样子 像这边就是目前切成三蓝 所以说第一蓝呢 放了两张图 第二蓝放了选单 第三蓝放了一个按钮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然后手机版是切成两蓝这样子 那我们就有基本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回来到目前的地方 我们开始建立了 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最外层的Session 那我们接着要建立的是三蓝 三蓝我们就直接 像我刚刚有点选夹号 你就选择3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我目前点选了两次 所以我先删掉一个 首先我们在左手边呢 这个夹号 我们先输入关键字Image 把图放进去 这是我第一张图 那第一张图呢 我想要放的是这个白色的Logo 所以我就选白色 好那目前是看不到的 因为背景也是白的啦 那接着呢 我在下面的区块 再新增第二个Image 好那这次呢 我想要指派的是黑色 那为什么是黑色呢 因为我网站页手往下滚的时候 它会变成黑色 所以它大概就是两个页手排在一起 那时候我用动态的方式 让它去做顺序的兑换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个栏位 中间这个栏位 我想放的是Menu 也就是网站选摊的部分 我目前的做法 就是先把架构都做出来 最后再调样式 也会来的比较快一点 好然后最右边呢 就是我们可以新增按钮的部分 所以我输入Button 好所以我们基本的架构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点选下面的这个Icon 左下角 这边有一个版型的切换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目前的架构 就跟刚刚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 那这样架构就是对的 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更改一下 这边的样式的部分 那我这边会先给大家个建议 就是我们要调整它的样式 会比较先建议它从最外层开始去调 然后慢慢往里面去调 这样你也比较不会乱掉 我这边要调整最外层的Session 可是目前看起来好像点不到 你可以把它切换到Wire Frame Wire Frame就是这个架构图 所以我们看到最外层Session 我想从最外层先改 我可以点选它的齿轮 点选了之后呢 我们开始先更改它的背景 点选背景 然后我把颜色的部分呢 直接点这个Icon 然后把色码的部分贴上 然后打勾 那你也可以切换回来 你就会看到 目前背景色已经更换 那这样两个Logo 它的颜色就跑出来了 那接着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Design Design就是更改它的样式的部分 那这边呢其实有蛮多的选择 那我们这边直接找到Sign 可以更改它的宽度 或高度的部分 那目前呢 我这边先维持预设值 我找到Spacing Spacing呢 它可以更改它的外居跟内居 内居的部分 我先点这个按钮绑定 都用10px下去运行 然后右手边呢 我也绑定 左右两边 我让它用0 就是没有任何的内居 我们可以再切换回来看一下 它是有点差别的 你看我像我把数值调小 它这边就会做移动 那我往上它就往上 好那我这边先用10px 那我们最外层呢 就先简单调整 这就是Session部分的调整 也就是这个蓝色的地方 那接着我们想要调整的地方 就是里面这个Raw 所以我可以在Raw这边点选 齿轮 开始编辑 好那我们这边看到 目前有切剩3栏 它的Column 个别就是这个3栏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大概这样 好那一样呢 我们可以做调整 首先呢 我同样切到Design 我找到Sign 这里面 这里面呢 我先把这个客制化的栏位 宽度给打开 那我这边可以切换回来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这个状况 打开之后 目前预设只是3 好当我把数值缩小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 彼此之间就更近了一点 那更近了一点 它的这个栏位的区块 它相对应的就会变大 好那我这边呢 先设定为1 我就是让它原来的预设的 这些东西 我都不需要这样子 好那接着 我来调整一下的这个宽度 宽度预设是80% 好那我这边把它调成100VW 那所谓100VW呢 其实就是我希望让这个夜守部分 它是全宽的 就不要让它挤在中间 好那这边最大宽度啊 目前预设是1080 我也必须要做个调整 我把它调整100% 好那当我100% 大家也会发现 它其实就会左右延展 它就不会全部只挤在中间了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spacing 那spacing我们一样 绑定它的数值 我这边用10px 上下10px 然后左右呢 就20px 好那你会看到 它目前呢 上下跟左右 都会留一些安全的距离 那我们设定完成之后呢 就直接打勾进行储存 那我们目前呢 在session跟raw这边都调整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调整 这个里面的image 那关于图片调整的话 我们一样点选齿轮 那我们这边呢 首先要更改的是它的宽度 我们点选design 好进来之后看到sign sign就是它的图片尺寸 好像就是宽度 我们可以切换过来 让大家看一下 宽度部分 目前它是auto 我把它设定成120 那就会比较小一点 那下面的值呢 就先暂时不移动 那我们再看上面的这个 logo要至左或至中或至右 这样 那我们当然就是 先让它至左 好 所以第一个这个logo 调整比较简单 那这边有link 那link的部分 你可以输入你的网站首页 那这样点击之后 它就直接连到首页的位置 那目前我就先控制 这只是做个示范而已 完成后就有dago 那接着我们要调整的 就是第二个 其实第二个的话 我也可以直接复制上面 刚设定好的样式 目前我们先针对第一个 就是刚白色的那张logo 因为我们可能要 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必须要 先到design的sign里面 然后的宽度 因为我现在设定的120 是针对电脑版的 电脑版它是120 但是你今天到手机版 它还是这么大 这是平板 然后手机版它也是这么的大 我必须针对不同的装置 给它相对应的值 这样它才不会有问题 那有关于dV在做这种响应式 你滑上来之后 会看到类似这样的icon 你点下来 它就会有三个尺寸 分别是电脑 平板手机 我针对平板呢 我让它只是100px 然后手机就是90好了 那这样它在平板跟手机 它就会在一个合理的大小 还不会很奇怪 完成后一样 你可以先打勾 那接着我可以复制一下 刚刚这个样式 这样直接贴下来会比较快 所以呢 我在上面这个区块 我点选右键 然后我复制 这个Copy Module Style 复制它的样式 那我在下面这个logo 我点一下右键 然后直接贴上它的样式 贴完之后呢 我再回到前台看一下 它就完成了 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一个挑 所以它这是一个快捷键 再来我们看一下平板 确实它大小是一样 手机板也是一样 好 那这样我们在logo的地方呢 就先简单设定完成 那等一下还是会再做一些微调 接着我们要处理的就是中间这个选单的部分 所以我们点选编辑 好那有关于选单啊 如果你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选单的话 你就必须要到网站后台 然后到外观点选选单开启 好那这边呢 你必须要先自己要先新增一组 然后进行储存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DV这个地方选单 你才会找得到 那接着我想要在北广这边 我去做一个设定 我直接贴上它的色票 好那我这边用的是白色 然后透明度 目前是把它直接降成最透明的 我们才不会有刚刚那个白色的底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Design 好那Design呢 这边有Layout Layout的话 目前它是靠左边的 那我们可以让它置中显示 那再来呢 下面是文字相关的颜色 那这边其实就蛮多了 那我们这边就一一来做一个 文字相关的设定 首先第一个是Active Link Color 就是被点击之后的这个文字颜色 要是什么颜色 好那这边呢 我就先快速把颜色都简单设定 那下面呢 是调整你的网站字体 那这边我们就先用NotalSense NotalSenseTZ也就是四元黑体 是蛮常用的 好让它字体加出 那接着我们来调整它的文字颜色 文字颜色 目前看起来是黑的 那我们希望是白的 就把它改成白的就好 然后下面的这个文字大小 跟这个文字间距是可以简单调整一下 好让它开一点 然后再来这个下面有文字的颜色 我们就让它暗设器 好那下面的这个就是 直选单Menu的相关颜色设定 目前呢是没有设定它长这样 所以我们开始来做调整 所以首先呢是这个直选单的背广 也就是它的背景色 那我们就点击 直接把色码输入 它就变黑色 让文字比较容易看得到 接着来更改里面文字的部分 然后一样加上让它变白色 目前的样子就比较接近 我们想要的感觉了 后面的相关设定呢 目前暂时先维持不动 因为我们选单部分 其实就大概这样而已 这个是电脑版的选单 目前大概是只有这样 完成会就打购 接着呢我们来调整右手边这个按钮 一样点选齿轮进行编辑 那这边你就可以输入你想要打的字 那这边你可以加上按钮连结 那我就先控制 那接着我们切换到Design 开始要调整它的样式 首先呢是对齐 我们让它往右边对齐 接着文字的部分 我们让它用量的去呈现 包括按钮的部分 我们一样是否要客制化这个按钮 好客制化 这个文字大小 让它用12 让它小一点 然后这个文字颜色 这边就使用黑色好了 去做展示 然后再是按钮的背景色 按钮背景色呢 我们就先用白色试试看 然后再来呢 就是按钮的边线 就先用黑色 那下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行做调整 比如说边线的宽度 目前是2 所以它比较粗 所以那你今天也可以让它细一点 1Pixel也可以 然后再来按钮是否要圆角 目前是方形 圆角就是也可以设定 那我设定30 它其实就会到圆角的状态 然后文字的检距 目前我设了4Pixel 好那再来呢 这个文字一样呢 都先选4原黑体 然后让它加除 好那下面呢 就是是否要启用icon 那icon如果你需要的话 这边有非常多种 那这边它就有一个小箭头会出现 这边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好那这样子呢 基本上我们电脑版 一些简单的样式 已经调整完毕了 好那我们就先进行儲存 好儲存在右下角 到某个段落都可以先点击 那接着我们要处理的 就是左手边啊 它这一块 我们需要让它有个动画 所谓动画就是 往下滚的时候 它会这样子做切换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先把 这个置顶的功能给打开 那有关置顶功能要如何设定呢 那我接下来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刚刚已经把 这个基本雏形建立完了 那接着我们要来实做 就是夜手置顶的功能 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范例 它是有套一个版型 好那这个版型呢其实也是从DV来的 那我们要如何套版 首先我们可以先回到后台 那我们这边可以前往全部页面 好那全部页面呢 如果刚刚有跟着我的步骤走的话 你应该有建立一个是 专门在做测试的这个页面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呢 先用DV做一个编辑 那这边有三个选项 我们选择中间这个 我们直接汇入现有的版型 这边我打Hotel 然后里面呢找到这个版 它关键字在这里 大家也可以直接搜寻 我们可以在左手边看到这是它的layout 就是它的排版 是蛮精致的 好那我们就使用这个layout 那问你是不是要把数据汇入 好汇入 好那接着就汇入成功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完成后 你可以点选右下角进行储存 那有关于这个版型呢 我想做个调整 因为它上面跟下面这个内具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点选这个 谁选的齿轮 在Design里面 好Spacing 比如说160 然后下面有900 好大概这样子 就比较不会看起来怪怪的 那稍后这个值应该还会再做调整 好那我们就先储存就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页面完成后 我可以访问这个页面 好那如何访问呢 其实你就回到你的页面这边 然后这边点选检视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会看到啊 这个版型的页面已经出来了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目前页手好像还没有套进来嘛 上面页手还是旧的 所以我们可能要回去检查 到DV这个SinksBuild里 那我们会看到啊 这个是我们刚后来建立的 这个DVTest 页面的名称叫做DVHeaderTest2 所以你要做绑定 所以我要点选齿轮 然后再回来到指定页面 我把它勾选这个DVHeaderTest2 绑定这个页面去显示这个页手 进行储存 左上角可以储存 好那这时候你再回到这个前台 我们刚汇入版型的这个页面 这个网站路径 也是对应刚刚那个页面 刷新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我的这个页手已经更换了 这个部分的版型都汇入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再把剩下的这个页手 再调整好就好 那我们这一步呢 事先做这个版型的汇入 和原因是因为 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长度去滚动 那等一下置顶的效果才看得出来 那这张节目呢 我们就继续完成置顶的功能 好那当我们刚刚已经把版型 已经顺利的汇入了 那目前是没有置顶的能力 所以它不会卡在上面 那我们先回到后台 置顶的功能 你可以先到最上层的Session里面 好我们点选齿轮 齿轮这边左手边有Advanced 然后里面呢有Scroll Effect 点选之后呢 这边有个Sticky 位置 我们让它置顶在上面 那这边呢是比较重要的一步 就是说你必须要让最上层的这个Session 是置顶 好那下面呢才会有联动的反应 那接着呢 设定完成之后 我们来到Content里面 我们想要更改一下这个背景 因为我们刚所设定的这个灰色 它是再没有置顶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让它是滚动下来 变成白色 就是像它这样变白色 那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点选 它这边会有个钉子 那这个钉子的出现是 你有把置顶的功能打开 它才会有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设定 打开之后这边会有个Sticky的按钮 点选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更改它置顶的这个颜色 那我这边抓的是白色带点透明 然后我们可以再更改一下 刚刚好像不是很明显 没有置顶是这个颜色 置顶之后变白色 大概就这样而已 完成后呢我们可以先打勾 然后储存 那接着我们回到网站前台 我们看一下状况 但记得要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那我们往下滚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我们夜首已经置顶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把剩下的这个颜色 都换一换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基本的效果已经出现了 好 那我们现在想要的是 把这个颜色 夜首颜色我更换一下 我要回到编辑区 在内容背光里面 点选用黑色 好 简单调整一下 好 那我刚刚这边呢 陆续调整一下颜色 但我发现 目前这个颜色呢 没有达到这个暗色系 这个目前它已经有透明度了 但是它透明度的背后 它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所以我必须要让下面这一块 我要让它往上推 往上推了之后呢 它颜色会叠加 所以它就会显示这个暗色系 那这个就是一个网页设计的技巧 好 那我们这边变得是说 我会先到页面 我先把这个页面打开 那进来之后呢 这就是我们刚刚把版型套用的 这个页面 那我一样先在这个第一块 点齿轮 齿轮之后呢 这边有Design Design里面的Spacing 那我先让Margin 也就是Top 上面这一块呢 我让它往上推90px 你就看到啊 它颜色叠加之后 它就会是刚刚那个颜色 我们再往上加 基本上就是测出一个 你认为OK的 好 那我就先往上推120px 那每个人应该都不一样 就是自己再做测试看看 由于我往下推了之后呢 我这边的那一距 上面的距离 我可能要往上再加一点 它才不会看起来很靠近 那我先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好了 所以这个是页首 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主要讯息 当然细节部分 都可以自己来做调整 好 我就先进行储存 那我们再回到前台 有刷新一下页面 那这时候颜色 它就会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样子 因为它颜色做叠加了 好 那目前呢 就已经把上面这一块呢 给完成了 接着我们就来陆续调整 剩下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logo跟选单 让它们都处于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边要来更改 就是logo的地方 那一样呢 我们先回到后台 对于图片呢 我们点选齿轮 好 那我们这边可以 点选design 点选transform 那我们目前呢 想要做的就是说 当我们滑鼠滚动的时候呢 白色这个logo呢 可以往上推移 然后黑色的呢 也是一样 那这样呢 它们就会做一个 很像动画切换的效果 好 那我这边呢 先针对白色的这个logo 然后我点选transform 它里面会有一个 这个钉子 也就是置顶的效果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啊 在transform 也就是做这个动画 位移的放大缩小的这个效果 都是在这边做设定 好 那我们这边要设定的是 它这个动态位移 要点类似这样的icon 在预设状态呢 它是0px 等于说它就是在正中间 如果它是置顶的话 它就会往上推120 好 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绑定解除 那我们让下面这个值 先回到预设值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位置 它其实这边也可以拖曳啦 简单的说 它可以更改它位移的位置 好 那我们这边先回到预设值 这边是0 这边是-120% 那这个就是上面这块的调整 现在我们要更改的就是 下面这块 那我们可以先打勾进行储存 好 那下面这块呢 是黑色的logo 一样点选Design 点选Transform 好 那我们把置顶的功能打开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位移的效果 那我们在预设的时候呢 先让它是120% 一样这个连结你可以先解开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Y轴 也就是垂直的 先让它在下面 然后当置顶的时候呢 我就让它回到它该有的位置 也就是原来的位置 那这个Transform 也就是动态位移 我们就已经设定完毕了 接着下面的logo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它在Advanced里面呢 我们会需要做个调整 也就是在Prosession的位置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Evolute 简单的说就是让它浮起来 那这样子呢 它才不会是这样子 这个高度 一个东西浮起来 它的选项的高度 才会是比较刚好的 这个是有点是程式的概念 我们先简单这样设定就好 好 那再来我们就先进行储存 好 那接着我们回到前台 好 我们先刷新一下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选单的高度是变小了 但是呢 在下方的这个logo呢 它是两排去呈现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个隐藏 但我们可以先看到 目前效果其实是有出来的 就是我往下滚 这个白色的logo 它会先往上推 然后再来黑色的也会往上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那目前效果看起来是OK的 那再来呢 我们回到后台继续设定 这边我在RAW 这个地方点选齿轮 那我针对呢 Colin目前有三栏 我想针对第一栏 也就是这个logo的地方 齿轮 点击 然后呢 我在Advanced里面呢 我再显示设定 目前这个水平 超过的地方呢 它是用预设的 然后垂直也是用预设 让超过的地方呢 全部都让它隐藏 好 我就选择这样的英文就可以 然后进行打勾 打勾 储存 那我们再回到前台 刷新一下 好 那这样子呢 就会看到刚黑色的地方 已经被隐藏了 好 那其实这个效果 大概就完成的差不多了 那再来我们要调整 就是中间这个选单的部分 我们先要更改就是说 当我们往下滑 因为背景是白色 文字也是白色 就有点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要针对 它置顶的时候 这个颜色做个微调 好 那我们一样呢 回到后台 在Menu这边 我们点选齿轮 好 那我们这边要更改颜色 所以我们先切换到Design 然后这边Menu Text 点开来 好 那我们就陆续往下看 我们这边要先更改就是Menu 有文字颜色 我们把置顶效果打开 在置顶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让文字变成是黑色的 接着呢 我们前往到下面的Drop down menu 也就是下拉选单的部分 我们在背景颜色 把置顶功能打开 我们让它变得是 有点透明的感觉 好 那大概会是先这样设定 好 我们打勾 先储存 再度回到前台 刷新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在原来的样子的时候 选单颜色是这样 往下滑 它是黑色的就可以看得清楚 那么往下滚动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状态 那这样子我们中间的部分颜色也调整完毕了 好 那再来就是右手边这个按钮的地方 这倒是没有什么移动 我就是单纯让它是一样的呈现方法 好 那这样有关这个电脑版的页手 其实就完成的差不多了 接着呢 我们要设定的就是 我们回来编辑器 我们在Session这地方点选齿轮 点选Advanced 然后我们在显示设定里面呢 我们让这个电脑版的部分呢 在手机跟平板呢 我们都让它静止显示 我们只让它在电脑的地方显示 好 打勾 进行储存 好 那么再度回到前台 我刷新一下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显示的样子 目前在电脑版 它是有正常呈现 那我们看到平板的部分 平板的部分页手就会消失 那手机板一样也会消失 所以这个页手 它就被绑定了一个条件 就是它只能在电脑版 它才有办法出现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做网站页手 置顶电脑版的部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完成这个手机版的页手 那由于手机版页手呢 其实跟刚刚所分享的 电脑版页手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我这边只会挑选两个重点 跟大家做分享 那其他呢 就交给大家自行做完成 那由于手机版的页手呢 我们可以先切换到后台 目前我已经把架构架好 上面这个呢 是给电脑版用的 下面的是给移动装置用的 就是包含平板跟手机 首先我们会先看到这个显示条件 下面的由于给移动装置用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齿轮 在进阶设定里面 点选显示条件 这边呢 是禁止在什么装置出现 就把电脑的打勾 等于说他在电脑就不会出现这个选单 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个显示条件的设定 也就是呢 在电脑版会出现上面这个 移动装置会出现下面这个 这个就是第一点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条件绑定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手机版啊 目前是用两栏的方式呈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成品 电脑版它是用三栏的方式呈现 等于说左边是logo 中间是选单 右边是这个按钮 好那我们切换到移动装置 好这边开始就是平板了 平板的话就是左边logo 右边选单 好然后手机版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说移动装置它是两栏的方式呈现 所以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呢 就变得是说 你只要使用两栏去做一个制作就可以了 好那后面呢就是一些细节 比如说样式间距的调整 或者是一些这个动态位移 其实跟刚刚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透过以上的完整设定 我们最终呢就能够做出差不多类似的这种效果 好那最后呢 我再展示一下这个成品的画面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就是网站页手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置顶的一个功能 滑上去呢 它也会有一个颜色切换的这样的能力 好那再来呢 我们把它说到手机版 手机版一样会有两栏的方式呈现 左边logo右边选单 好往下滑一样 我们会看到左边是logo右边是选单 点开来一样我们会有颜色切换 然后当我滑到最顶端的时候 它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 DV 业手客制化相关的制作 那希望呢这部影片可以帮助你更加了解 我们要如何呢 透过DV 打造自己的网站业手哦 好咯以上就是这次的分享 希望这部影片呢能帮助你轻松客制网站业手 如果你还有哪些新发现呢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有关这支影片提到的相关资源 连结我同样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最后如果你有网页设计主机带馆的需求 都可以请犬哥数位团队协力帮你服务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